电视台内的摄影棚 新闻编辑空间 究竟有哪些布局要点呢 还有新闻如何产制出来呢 3D新闻副总监 以丰富的实务经验 用视讯带小朋友逛3D电视台 看见一大早就要搜集资料 接着定案与编排 还要随时修正的过程 新闻好不好看 就要看编辑有多厉害 另外也从Live连线 视讯连线等不同形式的播出方式 阵线不同新闻的重要性 哇太棒了 还是我认识的电视台许多 那个导播机啊什么的 上完那场课后 我还学到了原来 原来那个主播还有用读稿机啊 他们还在搞用脚踩 超厉害的用脚这样 我觉得还是算是挺充实的 再加上这个老师呢 有带我去参观整间公司 还有设备 让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绿幕的功能 并且呢 他能在动画里面用得非常的用心 并且投入到绿幕上面 哇真的是不得了了 中家宽品吉隆推广媒体试读 不遗余力 就是让孩子了解媒体无所不在 您我都在被媒体影响 今天非常感谢中家新闻的牵线 让我们跟电视台的这个编辑群呢 做一个现场的互动 那小朋友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 那也对于各项的讯息 不管是YouTube或者是抖音的一些讯息呢 进来之后呢会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在考虑呢 是不是要相信他 或者是持续的做一些转发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 对于孩子的孩子们的这个媒体素养 又更加进阶了 媒体素养提升 孩子们的问题也就一一浮现 像是当主播会遇到什么挑战 想要提高收视率最有效的办法为何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思辨的能力 不然可能会被内容农场所产出的标题所骗 在网络上呢 的确有很多的资讯是可能有错误性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利用这个内容农场里面的这个拉霸机呢 竟然可以把三个不同的话句呢 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标题 而且一点都不违和 这也就代表着呢 你可能在网络上随意点取的一个标题呢 它的正确性是要值得看律的 小朋友们可以把你看到的新闻标题 或者是网络讯息到事实查核中心来进行 查询或者是将这个标题呢 在网络上重复搜寻 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在或许早就已经是过去 五年前十年前的旧文 孩子们的问题中 还有当边审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一样着重在明辨消息的真伪 由于制播节目的时间有限 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进行完整查询的时候 这个时候编审就要发挥作用了 我们必须在适时的情况 让节目单位踩沙车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 这个资讯有疑虑的时候 不能用就是不能用 媒体试读的能力成为现代公民 应具备的关键能力 孩子们透过阅听思辨成为新闻小尖兵 更能透过这一堂课体验当个媒体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